我想回應一下 一個就是本港的大使 一個就是國際的大使 我相信大家都有興趣多一些本港的大使 剛剛看完片 我一向做人就是對事不對人的 就盡量都不要捲入那些政治批鬥 或者國力那方面 但是我始終覺得做議員一定要有個底線 這裏他超越了我心目中的兩條底線 第一就是議員就是靠嘴 應該用嘴就不用手 現在用手就已經是很大的大忌了 第二就是 始終你說我老一派 如果許智峯是女人 可能我又沒有那麼興趣 又或者對方是男職員 可能我又沒有那麼興趣 因為大家性別不同 尊重女權這裏 我想我們做得男議員 都會在這方面大家都會認同 這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我自己的感覺是強搶的 是搶東西的 到底有沒有碰到呢 碰就一定有碰到 那你就按著搶呢 看不到 不清晰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搶走了別人的東西 還要在自己的地頭 還有一個議員 在一個議事廳裏面 跟著還要明顯地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所以我都會急急地走 走得很快 還要加起來 還有最後 對我本人來說 我覺得最 不能接受的就是 許智峯 他有前科 即是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他議會 我也有翻查他之前區議會的事情 我未來這裏跟大家說話之前 我也看回他以前的前科 他好像有一些 我又不知道是精神上 還是 就是 心理上一些的 事情 似乎他 一激動就失控 以前有這樣 今次其實遲早 不知道第二次什麼時候發生 那對於將來 周圍的人 會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或者見到他 是不是真的很害怕呢 因為 如果你有前科 今次是這樣的 你不知下次什麼時候發生 那所以加加起來 為了 就是他自己個人 雖然他作出了道歉 但是 市會也有聲譽的 如果這件事 去到最後譴責 又因為政治角力 各方面的問題 不知道怎樣倒閉 他繼續留在這裏的話 就是社會體立法會 他簡直是非而所思 全部都不是講道理的 全部純粹是講政治角力的 還有對他本人 他做下去老老實實 他將來怎樣站來咪兜 和你們講話 他要發表意見的時候 大家怎麼看他 所以我認為呢 他是應該辭職的 我認為他應該辭職的 那即是也都表示說 我很多的譴責動議 我都是被職 因為我一向不想捲入這些 就是針對人的東西 如果有譴責動議來到我那裏 我是會投票支持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今早也有另一幕 令我很感慨的 就是南北韓65年的 因因怨怨 終於今天似乎 是走出第一步 那第一次有北韓的領袖 搭過南韓38度 那條界線 那當然最感動我一幕 就是原本的指定動作 就是文在寅拖著 阿金正日的手 就過來這邊 那怎知問多一句 你何時請我過去 他立即說你現在可以過去呢 他接受他的手 就走過去 就是完全是 就是沒有安排的情況之下 都做到 那對我來說 原來 65年的恩怨 都是始終要靠一些人 去化解 而最緊要的人 本身是有些人性化 可以有職場有些反應 就不是照著一些本子去辦事 那我覺得如果65年南北韓的恩怨 現在可以開始看到一些曙光 我也希望我們這個世界 由幾千年前到今天 的中東的矛盾 希望都開始有些曙光 因為其實老實說 對整個世界的大局來說 永遠永遠永遠 所有的災難 所有的打壓 所有的國家的爭鬥 都是在中東的 恐怖分子開始 石油 利益 宗教 我都希望 真的可以 大家做人 可以開始在這方面 可以走出大埔 多謝大家 西藥 Priest 你選手 為什麼 第二, I have to admit, I'm a bit of a, how should I say it, I'm very sensitive to a male forcefully treating a female. And as I said just now in Chinese, if Hui had been a female lady counsellor, or if the staff is a male, maybe I would look at it slightly differently. So it's a combination of two things, but I think to 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is track record. That is the thing that we really worry about. Because he has been known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to have had such action, he basically took for granted that it's acceptable and he could get away with it. That's why to him it's no big deal. So if he continues in LegCo, God knows when will be the next time. I mean to me he just come across as uncontrollable, which I know some people would have that kind of inclination. Can you describe how insulting it actually was to the people that started? I don't want to describe 100% as to what I saw on the tape. Suffice to say that based on what I saw, it was a forceful encounter against the wish of the female staff. And if you, and then there was an ensuing pursuit at pretty fast speed. So it's not like just a very casual taking over of something. It is clearly a complete resistance and reluctancy on the part of the female staff. Alright, so that to me is already unacceptable. I know so many people could vote Dan for one minute at a while. 總之我的個人判斷就是這件事,是取消的